请教Tony大哥 另外一方面美国在西太平洋 事实上包含在过去菲律宾的 这一个军事基地也部署提风飞弹 然后国防情报局现在也直接证实 中国事实上是快速大量 史无前例的扩张它的核武 对 现在中国一直想多造一些核武 其他的国家都在减少核武 那最主要是怎么样 中国有核武最主要是 像西方的国家一样 有用它的互相保证毁灭的strategies 就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你能够打我我也能够打你 那你要而且中共自己说 我有一个no first use 我不会实现用核子弹 那如果你要不实现用核子弹 代表你自己能够接收到敌人 核子弹攻击以后你可以打回去 那在美国像美国的核子飞弹 我以前是民兵洲际飞弹的战斗指挥官 我们的飞弹井都是很分开 每个都是15 20几个公里 然后如果俄国一个核子弹打到的话 最多它只能打到一个或两个井 可是让我让你看 现在中国在新疆哈密 它造的核子弹井 这么多 那么密 来我们看秘密吗 这么多 对 110个在哈密 我算了一下 我们用民兵的弹头 三颗就可以把110个全部打掉 OK 这代表它没办法生存敌方第一打的 所以如果没办法生存 就是说它一看要打核子弹的话 它要马上把全部的飞弹都打掉 要不然它就活不了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中共说嘴巴说 我不会开始第一个用核子弹 事实上你看它现在做的动作 代表它一定要 再加上一个多礼拜前 它不是发了一个东风31吗 对 东风31是装在卡车上面的 对 对不对 如果它要控制这些东风31的话 它一定用什么 用无线电控制A 然后发射 可是如果敌人的第一颗核子弹到了以后 会有什么 会有核电磁脉EMP 你的无线电就不灵了 那时候怎么控制 所以它一定也要第一个发射 好 因为敌人的核子弹一到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情况 在中共在增加它的核子弹的数 不是增加不是个麻烦 是它的会用的办法 看它的strategy 它的战略 你从它做的动作就晓得 它的战略不太对劲 它可能会第一个会发射用核子弹 那所以美国事实上也有相关的部署 所以美国一方面增加了在 这个驻入美军的飞弹部署 以及增加 包含日本本身又都增加飞弹的部署 另外一方面 菲律宾的这一个靠近台湾的军事基地 部署的是提风的中程飞弹 好 那这一个中程飞弹事实上 整个台湾都是在相关的范围内 好像它的范围事实上还到上海 在更北方嘛 对 你现在看这个图啊 你从菲律宾北边到海南岛 对 中共 中共就是海南岛的基地是支持全部南海 还有台湾海峡南边的就巴斯海峡附近 所以他们海军还有他们的空军都在那边 可是你从路上岛的北边到海南岛是多远 一千一百公里 提风可以设多远 两千多公里 提风可以从菲律宾马尼拉打到新加坡 好 OK 所以整个南海都cover 整个台湾海峡都cover 好 OK 所以这使中共很头痛 然后大概去年 今年五月份左右 我上你的电视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菌被菌 菌病菌 菌病菌菌 正好在 那时候提风也过去了 对 然后我一个好朋友 也是美国陆军提风 那他们就讲说 我们在菲律宾北部到处跑 好 为什么到处跑 在找哪个地方是适合他放提风 好 因为你马路要撞 然后能够 因为这个东西很重 对 最近找好很多发射点 所以他现在已经 这次是去那些 在今年五月找到的发射点 现在就过去了 所以对中共很头痛 因为他现在整个南海 美军都打得到 对 这是很 整个南海的范围 跟台海周围的射程范围 他都打得到 都打得到 所以如果他真的围台 或者他的航空母舰 真的轻举妄动的话 提风可以在这两个区域打得到 对 因为山东号的家在哪里 海南岛 对 所以山东号的动作 而且提风用的飞弹 战斧飞弹是很聪明的飞弹 然后 多聪明 多聪明 可不可以说说让我知道他的聪明度 现在他自己会出去找敌人吗 可以啊 这么聪明 你往那个方向射他自己会去找敌人 那那个标准六号也是 标准六号可以打船来打飞机 所以提风里面这两种都可以装嘛 所以中共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叫得那么响 他叫得很响的时候就因为他很担心 好他叫得很响的时候表示他很在意嘛 对 好那可是在台湾其实会有很多人不断的散播言论 散播比方说 美军应该会丢包台湾啊 那这个美军会撤出南海啊 撤出西太平洋啊 中国你看上次试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 都快要射到夏威夷 都快要射到关岛了呢 这不可能啊 因为台湾其实对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 是No.1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美国不能撕掉台湾作为一个朋友 因为自由民主的台湾对美国是很重要的 如果中共能够控制台湾 可以控制整个西太平洋 这个事情美国不会让他发生 那美国当然主要的台湾政策是依据台湾关系法嘛 那台湾关系法事实上是 等于是国会几十年来的 这一个不变的法令的规章嘛 对台湾关系法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你看最近中共一直沿袭绕台嘛 对不对 说要封锁台湾 可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写得很清楚 如果你boycott或embargo 是grave concern to the United States 当我们说grave concern 我们用这个grave代表我们会出军 我们一定会出兵 所以它这个boycott and embargo 在中文翻起来就像是封锁一样 你embargo把整个地方不让人家进来进出 或者你boycott 所以美国在对这个看的我觉得 台湾关系法已经写得很清楚 好那假设我们不要讲到核弹的互相毁灭 我举例来讲 有一阵子中东在乱的时候 美军就去护卫邮轮 对 我可不会模拟 假设有一天台湾真的被海空封锁 搞不好美军的飞机或者运输机就出来互送晶片 或者 我觉得 就是我猜测了 或者护送重要的物资 我个人觉得一定会发生 你看以前柏林二次纪大战以后 苏尔不是要封锁吗 就马上盟军的飞机就airbridge 同样的我想如果中共想封锁台湾 美国的C5C17一定马上先就来试 你敢不敢 然后美国的军舰一定会护航一大堆货轮来台湾 对 就是说如果他护送货物 那到最后还是你敢不敢真的发动第一级 那第一级如果走到核武就是一个很有可能 当然也是相互毁灭 对 希望习近平不会那么发生近平 因为美国的核武当然比中共多得多 然后真的要打起来的话 真的变成世界末日了 所以中国的围台军员在台湾越来越没用 怎么办台湾人都无感 表演而已 真的他 你也觉得他是个秀这样子 我只觉得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直播秀 然后秀13天 对 因为他靠台湾那么近 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 那些飞机都火不了 船也火不了 因为台湾可以直接打得那么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